今天是11月10日,星期三 市况进一步反复 虽然跌幅不算很明显 但问题是整个逐沉底形态的确没有变 记得我一直都强调 一个月的高低位 不应该同时期出现在五个交易天之内 结果所谓的高低位正在逐步向下抹阔 先看看指数 早市先低开26点 去到24,787点 曾经轻轻反弹到24,834点 但没办法阻止也会退进 因为买盘真的不足够 跟随而来零零碎碎的沽压持续涌延 结果去到下午1点左右 指数已一度低跌24,481 相对昨日收市已跌了332点 在技术上来说 第一,洗股份的市值至这一分钟 都是先高而后低 高位仍然是2号25,639点 低位直到现在已经跌到今日的低位 24,481点 简单说 相对波幅来说 已经轻轻扩到1,158点 以一个月的高低位出现的时间 在七个交易天之内 就不太理想 如果一个月的高低位 最低限度有起码10个交易天 去到11月的中旬阻禁 指数仍然有机会进一步向下 找今个月的低位 这些大家要留意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第一,恒生指数仍然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 技术上是属于一个反复逐步试低位的格局 还有 在昨天开始 10天线已经跌穿50天平均移动线 换句话来说 现在最接近现指的移动线 是10天线 10天线大概落到25,041点 以现在的指数来说 是有少少跌离了的感觉 所谓跌离的感觉 我当你超过500点就叫跌离了 希望后续来说 大市有些后抽 或者可否可以 翻上去 或者触及10天线 因为10天线每天都急步向下跌 如果你的指数能够断定或者有少少反弹 是很容易和10天线 进行一个糾线 这也是一个初步回稳的信号 但真的要等等 至于其他移动线的走势 全部都仍是反复大远的 想强调一件事 就算市 有机会稍微回暖 回稳 轻轻向上走 都只不过是技术上的后抽 我又不觉得是会大升的开始 事实上由10月5日的低位23681点 开始的回升或者反弹 已经说了 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反弹 不是新中期升浪的开始 结果高台势头持续反复 不单止成交金额也持续偏梭 令市场没有法子再进步退进 比较客观 9月21日的低位23771点 10月5日的低位23681点 技术上是今年的低位 亦是一个小伤底 换句话来说 我不管市场如何反复 总之你不要跌穿这个小伤底 其实问题也不是大得那么紧要 因为始终今年由2月18日的高位 33,118点开始跌 已经跌了足足7,502点 什么都够了 除非有一颗很黑的黑天 我突然撲起来就真的没办法 不过说真 现在人心比较娱势 绝大部分投资者 或者很多投资者 心态仍是比较保守的 有不少朋友已经投资移民 将投资移民到美国 所以令到美股不断创新高之余 港股的动力持续收上 对后续的看法来说 就算不是看得好保守也好 最低限度这一分钟 不容许我们看得太过进取 即是说 就算市有少少后抽或者回升 都只不过是有波幅而没有升幅 有反弹而没有大升的势头 任务部主不要急、不要用 也不要太过重手 终于过后的分析就说到这里